各位欧嘴的粉丝 欧嘴今晚就不煮饭了 走到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纯住宅区 很舒服的 两边是绿树林荫 十分舒服 现在我已经吃完了 这个时间就接近9点了 很凉爽的 今天天头很热 这间叫做什么呢 这间叫做Claimant Western Delight 很久之前 我是不觉意 驾车经过 就看到 如果用我们香港人的角度 这间等于好像叫做什么 私房菜 没有冷气的 你看到一间私人的住宅 这里有音乐 不过欧嘴跟他很熟 就告诉他 你可否关掉那个音乐一会儿 让我帮你拍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一有音乐 YouTube一感觉到呢 又说你呢 一些叫做什么 Copyright的问题 所以呢 删了音乐 就好些 这里呢 就 大家看看 很多这些 过年的装饰 感觉 感觉十分好的 我都已经吃了七七八八了 好了 然后呢 带大家看看呢 这里呢 卖些什么呢 是 24至28号山 平时是礼拜 礼拜二山的 让大家看看 这里呢 点菜呢 就好像大家乐 那怎么呢 那间餐厅呢 整间私房菜呢 就只有三个人而已 负责做厨的那个呢 就是Clayman 他以前呢 就在吉隆坡的酒店那里呢 就做大厨的 那么 有一次跟他聊天呢 我说 哎呀 回来这个槟城 他说哎呀 吉隆坡的那个 生活指数太快了 都是回来槟城好点 那么就在槟城呢 就开了 那么大家看看 看看价钱 那么我正话呢 就叫了个意大利粉 那么十五元马币 再近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正话说呢 他们三个人呢 负责啦 Clayman是个儿子 个儿子呢 就是厨师 那么Clayman 妈咪呢 就负责呢 是这个点菜的 那么这里的食品呢 十分好的 平均价钱 十五十六元左右 我如果没有记错呢 是好像没有加六 没有加十的 那么Clayman的妈咪呢 就要跟她讲英文的 华人啦 不过呢 就要讲英文 Auntie啊 这位呢 这位呢 就是Clayman的妈咪啦 那里呢 就是说呢 三个人经营啦 Clayman呢 Clayman就是里面厨房 正为个妈咪呢 然后呢 Clayman的partner呢 就是女朋友呢 应该啊 我没有去考证 那么 多大事啊 她叫女朋友的 她妈咪叫女朋友 那么呢 就帮手呢 就是 就是 啊 围池啊 餐厅一起做 那就是三个 三个人而已 那么很干净啊 哇 Clayman多忙碌 这里呢 O咀呢 就喜欢吃什么呢 Clayman又煮了 好像 就是那个叫做 蘑菇汤啊 那个蘑菇汤呢 味道十分好 那么环境呢 大家呢 要理解呢 在槟城这里呢 就很多一些这样的 叫做家庭式的经营 干净 企理 加持 大中花 啊 啊 那么O咀呢 不是说笑的 O咀呢 穿了穿 游水拖鞋 那就下来的啦 那么当然啦 我的车呢 就有对鞋呢 是 开车的时候呢 我就会开 就是开车的时候呢 我就会 改着鞋的 短褲 啊 给大家看一下 O咀呢 不是说笑的 真的刚刚吃完的 反转镜头 哎 行不行的 我觉得不是很适用的 啊 反转镜头 啊 拍摄好像不行的 好 不要紧 我反转机 各位观众 不是说笑的 O咀真的在这里 真的刚刚吃完的 好 好 2号回来先 不好意思 各位观众 哎呀真的不够尊 我连这部手机呢 最新的 转这部手机 怎样转镜头呢 都未适用过 应该好像 不可以转的 我估计了 不要紧了 好了 嗯 嗯 想介绍给O咀的粉丝 知呢 那样呢 大家呢 就多一个呢 是 食饭的地点啦 啊 价钱又 大众化啦 环境又好 又可以感受一下 啊 坤城一些 家庭的 小本经营 那大家见到前面呢 那个呢 就是Flingmingo Hotel 这个是纯柱渣区来的 好 暂时就这样吧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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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薄ilar 扫兹 大的 可 就 扫兹 找 有 可 那么 不